古道1号北上316公里处台南交流道 今天下午3点多传出了火烧车 现场可以看到整台车掉进交叉口处的草丛 而且熊熊烈火伴随着黑烟不断直窜天际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布水线灌旧迅速将火势扑灭 据了解当时车内包含了驾驶在内总共有三个人 幸好都只有轻微烧烫伤 但详细事发原因有待相关单位理清